恒星诞生于不可思议的尘埃碰撞中 宇宙中的尘埃和气体 在碰撞中相互吸引 塌缩 凝结 最终和巨变点燃内核 由此形成了一颗颗崭新的恒星 这样的方式既孕育了恒星 也孕育了我们 地球上的每一种自然元素 都来自四十五亿年前 那团诞生了太阳的星辰 这些元素组成了我们身体 赋予了我们生命 所以每个人都是来自星星的孩子 阳光下的我们从不孤独 只是在等待着自己被点亮的那个瞬间 一起去照亮这个世界 中文字幕——YK 真好那么轻 这里是小郭小郭 你好你好 我是导游青导 你也可以叫我董导 就是什么都懂一点的董导 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 是董导游不是董导 你很聪明 我们今天去那个地方 是有熊猫的对不对 对 活的 活的 不是熊猫的便便 熊猫基地好像是 对 他们说现在野生的野外的 户外的熊猫大概一千八百多 嗯 这里就占了一百五十多次 哇 果然是熊猫的固形 大熊猫是地上的星星 正好我们要去追星星 正好孟游青 对 今天肯定能看到吧 好 你怎么自己讲话心都叙叙的呢 有点没自信是不是 昨天已经算是看到星 但是不是那种 满天星的那种环境 今天肯定可以的 我觉得 我都快哭了 你确定吗 我确定我确定 确定吗 没问题 今天秦天娃娃显灵 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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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熊猫老家 下吧 姐 这发型很好看 是的 我今天也酷似的 像 像特别应景 像那个 我今天 你猜我今天酷似的什么主题 酷似什么主题 对 对 那漂亮 我知道了 酷似雪山 不是 藏族的造型跟服饰 具体一点 两个字 卓马 对了 你怎么猜猜的 你猜猜的 太厉害了 成功了 你第一次酷似被叫出来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大熊猫寄园馆 起源 起源 这里是第一只大熊猫被发现的地方 所以它这里会有一些 关于发现它的一个过程的由来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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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邓词沟 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 邓词沟 咱们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区的核心区 今天的话是由我给大家讲讲咱们大熊猫的故事 那么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在1869年 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蒙戴维在亚安保兴 第一次见到了这种有着奇特的黑白兽皮的熊 随后他的猎手们就帮他捕捉到了一只活的黑白熊 也就是大熊猫 当时他的计划是把熊猫运回巴黎去 可惜大熊猫不幸死于了途中 戴维只好把这只熊猫做成了全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模式标本 送往了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大熊猫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 中部等广大地区 但之后由于地质 气候 人类活动等影响因素 它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熊猫进入到了衰败期 它体现在哪儿 数量变少了 数量变少了 对 三个人表现得比较明显的点 不谈恋爱了 不谈恋爱了 独居 对 每年只有三到五月份的其中的三天左右 每年十个小时睡觉 一个小时活动 活动就来谈恋爱了 所以说很容易就遇到什么 还没走出自己的地盘 这个谈恋爱的时间结束了 一个小时还没 累了 不如吃猪子 或者走出去了之后发现什么 别的熊猫又没出来 相遇都是缘分的 没有缘分的 所以说相逢自是有缘 对 还有它怀孕期 怀孕期83天和200多天不等 它在身体里面形成了一个机制 它会控制小熊猫在体内的生长发育速度 营养好就加速涨 营养不好你就放一放 这么近 对 第三个就是每次就一两只 但凡超过一只以后的话 只养最强壮的一只 对 它就不养了 其他的就会被遗弃掉 所以说咱们的熊猫 它是比较稀少的一个物种 而且也是独属于中国的一个物种 宝心熊猫的特点就是 脸圆 鼻子短 黑白分明 三个点 咱们总结一下就是什么 形象好 气质佳 颜值高 颜值高搞外交 所以说送出去搞外交去了 在外交上是掀起了外交风鸣 外国人是疯狂地迷恋咱们大熊猫 街机的时候红地毯铺路 给熊猫修宫殿 享受总统待遇 而且咱们熊猫不仅是做了这个和平使者 在这期间给国家提供了123只活体熊猫 它们又干啥去了 承担了熊猫家族的复兴任务 去培育 咱们无论在避风峡 卧龙 都江宴 成都熊猫基地 咱们所有能看见人工养熊猫的地方 每10只熊猫里面最少有9只熊猫 它是带有宝性熊猫基因的 天下武功出少林 天下熊猫出宝性 还有两个新朋友 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瑞和英美两只熊猫宝宝 想和大家见面 你看 我就说能看到大熊猫吧 我以为你叫我就看这个就结束了 咋好吗 哎呦真的呢 我很靠谱的 在熊猫老家肯定要给大家安排一下 哦好好好 走 大熊猫文化宣传教育中心 哇 注意注意路边注意路边 哎哎快看 哎快看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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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子花 啊 啊 啊 这么漂亮 有点不一样 哇好漂亮啊 这个鸽子花 这就是鸽子花 嗯 总会到 生命的夜 到站了 到了 我们可以去看了 现在咱们来的地方就是大熊猫文化宣传教育中心了 在这里我们也将看到我们的英美和咱们的新锐 他们就是直接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半野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吧 对 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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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到了 哇 看到了 真的 噓噓噓 别打扰他进食 他在吃东西 对 这一只就是英美 英美 对 是一个磁性熊猫 哦 哇 他们环境好好啊 还有良情的 看熊猫吃饭好治愈啊 跟着看吃播似的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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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爪子跟他的牙子好厉害啊 嗯 他其实他已经发展得跟我们人的手掌是一样 可以握住东西 嗯 那有一只 那有一只 那个年纪更大一些吧 不 那个小一些 那个叫 新锐 新锐 十二岁 哎呦 太疗愈了 其实他跟人的那个年龄比是蛮 对 一比三 一比三 对 所以他现在是十二岁 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 哦 那还比我小的 他的伙食位相当之高的 每天要吃许多东西 一天一百斤竹子 哎呦 天呐 只吃好吃的部分 他现在还有牛奶鸡蛋窝窝头 牛奶鸡蛋窝窝头 他扎食着他什么都吃 真的 另外一只躲着 另外一只躲着 他躲在底下吃呢 晒太阳去了吗 他也在补钙 老师 熊猫为什么喜欢晒太阳 他晒太阳也要补钙 所以他也是喜欢太阳的对吧 对 很喜欢太阳的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 所以 他上树了之后 没有盖不足的话 骨头就比较脆了 盖不够 他就会摔伤 所以说通过晒太阳来 促进了这个盖的 吸收了之后 他就很健康了 是吧 从树上摔下来也不疼了 是吧 哦 颜老师 为什么那个熊猫 两只要这样分开来 是他们就是地域性 领域性很强吗 咱们提到的大熊猫 它谈恋爱怎么样 也只有三到五月份 在之后的其他时间 他们就不在一起了 那现在可以谈恋爱了 马上是五月份 现在谈恋爱的话 是需要咱们大熊猫 中心给它审计 哦 他们谈恋爱要需要文件审核 对 他们是不能自由恋爱的 也要避免他们有近亲 因为他们很容易 有近亲的问题 避免他们近亲繁殖 哦 这么可爱 这个角度好 文哥这个角度好 哇 你这三星S22 这么远都拍得这么清楚 这是望远镜吗 它有非常强的一个 超长变焦的功能 非常厉害 哎呀 起来了起来了 我拍到它的屁屁了 你看 它扭着扭着就走了 去喝水了 哇 这个实在是非常疗愈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在这里 你转过来 我拍你跟它 带关系位置 前面这只大熊猫 吃着三星手机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那只大熊猫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像土拨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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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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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四川话说是吧 四川话叫他吗 熊猫也听四川话的 星锐 星锐 我们说的不太这么多 星锐 星锐 东北大茶自外的星锐 他冷得搭逼我们 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你怎么 啊 啊 吃的 这是什么呀 胡萝卜 胡萝卜 他也吃胡萝卜 嗯 你看他这个 星锐 过来 过来 吃个萝卜 吃什么 哇 你这都不想动一动吗 他有吃饱了 那必须他会动 他非常可爱 我跟国宝拉近了距离 就是我们要去保护他 爱护他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不仅仅就是我们只是过来追星星 我们还能把雅安通过节目 可以宣传给更多的人 让大家了解雅安 这是一个多么丰富 多么美丽的城市 希望大家去守护大熊猫们 守护我们的动物 守护我们的植物 我们自拍一张好不好 大家 来来来 走吧各位朋友们 我们要去藏寨吃饭了 走 出发 拜拜 拜拜 欢迎你们收听铁锅电台 我是你们最爱的主播铁锅卓马 铁锅卓马 铁锅卓马你好 我是今日听众 这位朋友 你有什么想让我为你做的吗 我想听你讲笑话 哈哈哈哈 嗯 好 讲完了 太好笑了 太好笑 太好笑了 你这个笑话 铁锅卓马主播 以失败告终 舅舅舅舅 带他们唱唱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吧 学长 学到 我们要放龙哥的吗 对啊 你给他放一个亲手的元 好的 好的 哈哈哈哈 哎呀 又来了 咚咚咚咚咚咚 哎呀 一起来 嗨 欢迎流浪的小孩 太吵了 我的暗铁锅 哎呀好了好了 亲近了亲近了 哎呀 让他们自己去嗨吧 自己嗨吧 哎呀 我们来聊我们的天 你这两天相处一下 你觉得 杜晋哥怎么样 我觉得他 很有意思 很好玩 就很有很有趣 真的像舅舅也 其实杜晋很好玩的 我们这些人里面 他是比较大气晚成的 他其实早年做很多很多不同的表演上的一些工作 然后也是到这几年 然后拍电视 然后才受到大家的喜爱 可是他在之前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我都想象不到的 譬如说他舞台剧啊 然后他音乐的音乐剧的表演的方式他都有 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时间在剧场上面 我看过他的话剧 对啊 你也去看了吗 对 在杭州的那词 等于是在呈建自己的过程当中 他学了好多好多东西 然后 到了属于他的年代 属于他 绽放他光芒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多才 非常有很多能量的一个人 很有魅力的人 就是邀请而去 所以有机会 你们可以从他身上可以看一看 其实是有一些 值得学习的地方的 嗯 我们到雪山了 到藏寨了 我看到了 雪山也看到了 这个小野猪 藏猪 啊 小猪 这个就是最出名的藏香 藏香猪 大猪好可爱啊 到了 到了 到我们的景点了 辛苦了 旧旧 欢迎这一次 感谢各位的搭乘 请 请 哇 这里的天好蓝 我们刚刚去看完了大熊猫 现在我们来到了藏寨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特别的环节 啊 我们有任务要完成了吗 就是想让大家试穿一下藏服 就在里面 其实藏服很好看 是的 我外面一个大袍子 我从来都没有穿过 这是我第一次穿 你是偷偷的搜集 我们每一个人的衣服的尺码 然后给我们高定吗 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尺子 我能知道你们的这个 size 眼睛就是尺子 这句话 特别好 所以我们就进去换衣服吧 走 好 谢谢你 是的 屎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六十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 《六十六 公园》 《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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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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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喝一个 康师傅绿茶 满满的茶豆饭 随时随地活力充沛 心情满分 喝一口 活力满 一起活力出街吧 我们补充活力继续出发 有人唱歌 快 我们去看看 哇 他们那个嗓音是 就特别是这种 很清亮哦 他的真假音是分不出来的 你看 他有的 是哪些 他也有的 他也有的 是哪些 他也有的 你我们去看看 bury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老师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就是多声部 多声部 是我们国家级的恢复族文化一菜 多声部来源于生活 我们在这个劳动的时候 有劳动的国药 修房造物也有它的独特的歌 跳的那个就是国庄舞 也就是快唱 它的歌词 跟我们漫长的多声部的歌词是一样的 太阳从东方升起 心情非常愉快 因为我们非常喜欢大自然 所以是只要看到太阳开心 就会出来跳舞 就一起出来 就在一起 老师们能不能和我们一起跳跳 跳跳 好 谢谢 谢谢 男生就插在我们中间 跳跳跳跳 跳跳跳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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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说我大说 说我大样 虽然他们的那些歌词 我很听不懂 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 他们歌词里面 给我带来的能量 那种共敏感 很希望去体验那种民俗风情 而且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淳朴 那一瞬间就很想成为一个卓马 然后跟他们一起融合 一起跳舞 这很宽乐 谢谢 来 谢谢大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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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对了 谢谢各位老师 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 好 一起拍个照好不好 来 好 好 谢谢 谢谢 下次对了 谢谢 谢谢 再见 我们去吃饭 走吧 这是什么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你打酥油茶吗 酥油茶 酥油茶 真的不特别吗 你这是在打是吗 打酥油茶 好 我们进来 好嘞 谢谢 酥油茶 这是火锅吗 葬式火锅 我是葬式之家的姐姐 我叫卓马 我有两个弟弟 我是抓马 我是碰乱马 阿姨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都是什么 这是我们藏式的一种汉类植物 里面有三种野菜 三种野菜 然后有野菌 野菌 然后又皮面上是豆腐跟猫牛肉 猫牛肉 这也是野菜 野菜 还有点圆豆卷 这是长在树子上的四龙包 这是土豆 土豆 火香 火香土豆 谢谢 谢谢 你慢慢用 谢谢阿姨 来 大家请就座 好吧 非常丰盛的一餐 我们来尝一尝 我给大家倒这个酥油茶 好 我来泡泡帮你 手抓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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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挺好奇这个火锅的 猫牛肉火锅 这是对非常好吃的猫牛肉 卷起来的是蕨类是不是 蕨类对 蕨的那个嫩牙 有酥油茶 这个好好吃 我建议你们尝一尝这个野菜 因为这些是我们平常大家都吃不到的 好吃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好吃 对吧 尝尝这个卷那个 好多蔬菜 它里边有好多蔬菜 哈哈 找到了你爱的 诶 龙哥 诶 你觉不觉到 刚才我们路过的小村庄跟他们一起 学国庄舞 然后听他们唱 敲气族的多生物的那个和声 是非故族文化遗产吗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这个 整个我们国家 然后在整个藏寨藏区也像是 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 星星一样 这个当然是吧 对 其实也是我们在追寻的目标嘛 我们刚刚在跳那个国庄舞的时候 他们也都说了 他们就是每天常常清晨起床的时候 看到了太阳高高挂在天空上 他们的心情就很自然的 就会变得很愉悦很开心 我觉得有太阳才有生计 有太阳才有庄稼才有水果 才有他们这种衣食制柱形的根基 所以才会比较热爱太阳 是的 像我们刚来也感受到 这里其实平常的气温温度 是比较低的 所以比较凉爽的 所以他们清晨晒到太阳那种温暖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就突然让我想起我那句话来 每个人都向阳而生 哦 哦对 是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喜欢太阳 对不对 感觉可以驱走身上的一些 难过和忧伤 是的 玩家饭都吃得差不多了 要不我们先去换回我们自己的衣服 好 然后一会儿一起去爬雪山 出发 火力满满 出发 出发 好漂亮 好漂亮 今天的天太好了 就是 我们上山的沿途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美景 不管你看到什么漂亮的 你都可以用三星 用视频方式记录下来 来来来你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视频这里还有一个 你看它有一个手 有一个防抖动的功能 来 我就录一段雪山给你们看 透过手机拍出来 它的颜色的饱和度 会更加的鲜艳 哇真的 万种晃都不会抖 你看毛鸟 哇好多 哇好多 山下全是 哇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吗 你的车 听到了清空一 没听到清 我说话 我刚才被那个路上面的一些高度下醒了 太高了 太高了 你们恐高吗 我们都可开心了 他们想那种问题 你说 你说 你说那个鸟 它要是恐高的话 它怎么办 鸟应该不知道自己恐高吧 它飞着飞着 好高我害怕 它就降落了 它就滑翔了 会不会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上了雪山了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 漂亮吧 哇 我感受到外面的冰天雪地了 你看这个鸡雪 太漂亮了 没有想到在这个季节 还可以上来看到这么多雪 这里可以看到贡嘎 群山 还有四姑娘山 还有鹅梅山 你看看 鹅梅山 可以看好多风景 这是我们现在就到了刚刚我们开车来远眺的那个雪山顶 对 到了 怎么样 这个季节上雪山来 是不是特别漂亮 是的 非常的漂亮 漂亮 幼稚的小孩 太美了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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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跟雪山平视 真漂亮啊 哇 好多雪的房子 雪的帐篷 感觉有点缺氧色 对 对 因为我们突然之间上到了三千八 慢慢适应一下 慢慢适应一下 大家刚来 漂亮 是的 是吧 有点缺氧色 漂亮的雪 嗯 有点缺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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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玩得这么敬兴 我来用手机给你们拍照吧 刚好SR系列的AI一键多拍功能 能自动选出好看的照片 还能生成有趣的小视频 看 多好看 好久没有躺在雪上了 感觉在小时候才会往雪上躺 还挺可爱的 哇 好舒服啊 就好久没有这样躺在雪上那种感觉 这里太漂亮了 我现在要用三星SR手机的百倍变焦功能 记录一下这里非常非常美丽 非常壮观的这一刻 三星的SR的手机拍摄功能真的是棒的 有点像望远镜拍得这么清楚 你看 你看 我这下就是不经意的事 那种这样子 有 做错吗 不是很做错可以再做错一点 现在很做错 帅子炸掉了 这点没有半张脸 这边是最新军人的 这边是最新军人的 最新军人的 争取的 这边是最新军人的 好 好 好 龙哥 龙哥 我看到你的了 那我进去了 跟我进来参观一下 这雪太厚了 我找到了我得张碰 哎呀 这个雪这么厚不会塌吧 你看它跟我们一样 张开双手 欢迎大家的到来 今天这个导游 当的还是非常的圆满的 不仅仅是一个非常 阳光明媚的大晴天 又看着大熊猫 又带大家去了藏寨 体验了当地的民族文化 现在又带大家来到了这个雪山 我这个导游 当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大家帐篷怎么样 帐篷非常好 大家快点出来 我们看看美景 哇 夕阳快点 哇 哇 太好看了 太阳落山的雪景 哇 眼睛睁不开了 一正晚饭 来吧 来了 先吃饭了 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了 兄弟们 好好吃 哇 这还好吃了吧 感受一下 好好吃 嗯 那我太好吃了 这个吃的 哇 这还好吃了吧 这烤鸡 超香 这烤羊排 这个好像东北的大骨蚌啊 哥 我好喜欢这么吃饭啊 烤鸡 超香 烤好吃 好香啊 烤的 我吃的好好吃啊 这肉太好吃了 这肉太好吃了 你看 像我们这次来到雪山 在这里 在山上这样子吃饭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二哥 我真第一次 我也第一次 感觉也很治愈 我们在达瓦更渣的雪山顶上 吃烤鸡腿 吃这个吃这个 这个是个挑战 什么二哥 来来 这个好吃 这就又要搞事情了 这个环境本来就很艰难了 猜群 哈哈哈 只能说不 挑战 我口腔溃疡了 你输了 我们找弟弟吗 你吃 两个找弟弟 剪刀 石头 布 剪刀 石头 布 挑战 我口腔溃疡了 你输了 我们找弟弟吗 你吃 两个找弟弟 剪刀 石头 布 布 肪刀 王叔 尽量 哇 猪你了 我口腔了 加油 他来 勇敢的包子 看一下 洋葱 大蒜 辣椒粉 深渊巨口 深渊 来吧 辣吗 俊斋你也开始跳舞了 刚刚上主舞了 上主舞了 这里有白水给你 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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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在旅行中 有危险的一个瞬间 龙哥你有吗 我们在很多旅行的困难 碰到危险是有的 就像我之前有提过说 我们潜水 那也碰过潜水 潜到很深的地方的时候 然后因为水流太强了 一下子忘记了 那个养的消耗量会很大 等我发生的时候 已经喘不到气了 那时候我在海底的 将近三十米的地方 我已经吸不到空气了 那后来看到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一个教练从旁边游过去 就赶紧游到他身边 然后拿他的备用的二级头 然后就开始去 这个太危险了 这个太惊险了 是确实是很危险 因为上面风浪很大 我如果直接上去的话 很可能 炸肺了 对 我的肺会有问题 那一瞬间是有 有很强烈的恐惧感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 只要能够挑战自己 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 能够克服心理的障碍 去往前去跨一步 尝试着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都挺勇敢的 拿个茶给大家泡泡茶喝 老公 我喜欢你的茶了 茶 对 对 后面太漂亮了 后面太美了 哇 真的好美啊 你们看后面好美啊 就像那个电脑的那个 电脑壁纸 壁纸 是不是桌面 好美啊 真的是美啊 其实有些时候 刻意的让自己慢下来 是一件好事 对 因为我们生活太匆忙了 你匆忙到你会忽略掉 身边的很多的美景 对 你愿意花一点时间为它驻足 能够得到最漂亮的一些画面 感受到它的美感 来 大家暖暖的 很贴心 喝一下小郭为我们泡的茶 谢谢小郭 谢谢 老郭泡的茶 慢点喝 小心烫 哇 好香哦 我们是第一次看日落吗 我是 我是一个特别讨厌看日落的一个人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是吗 没有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人 所以我不太喜欢看夕阳 但是经过这两年 我觉得我慢慢会懂得欣赏了 不是说只是一种情绪 就是悲伤 你把一些事情转换一下 我觉得其实看夕阳真的是还挺美的 能让我很安定下来 那个心能安静下来 就不像以前那种不喜欢各种情绪 舅舅你喝茶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想到老年的生活 感到孤独 不要再讲 你看这画面 像不像 裹着毛毯 一杯热茶 一个人孤独的坐在一个角落 对吧 孤独 好孤独 你们有孤独的瞬间吗 因为我可能有从初中开始 从十几岁开始就在北京 然后后来又出了国 一直到现在 其实很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闯荡 在打拼 但就是我觉得孤独对于我来说 常态了 也是对 也是常态 然后要去享受它 孤独可以让我成长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想想我身后有那么多在支持我的人 他们在帮助我一起完成我的梦想 还有我的家人 他们一直是我背后最坚强的盾牌 所以我会更努力地往前走 对 所以孤独会让我成长 孤独就是力量 其实 其实孤独这个词你看孤独这两个你拆开 每一个字感觉都不是一个正能量的阳光的词 它拼在一起感觉就是一个有点负能量 有点悲伤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孤独恰恰是我们锻炼自己成长自己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很喜欢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 他说当我保持沉默我感到充实 当我开口说话我感到空虚 其实孤独有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其实是更好的让我们沉浸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感受里去锻炼自己 让自己走出去去适应这种感觉 特别是我们作为演员来说其实孤独是蛮可贵的 对演员来说是的 对 就是演员是需要去寻找这种孤独感 让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氛围的 其实有的时候这样想的话 其实你就想想这是必经之路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学费 是的 孤独的旅程炙热的心 对 其实很多时候 每一份的孤独它的背后往往有可能是一份自律 它有可能是一份自己的坚持 所以像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 我会看到很多有成就的朋友 其实我经常会想他 他经常一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在过这样的生活跟日子 他的生活里面他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事情是 别人没办法去理解的 那那份孤独可能是他自己在享受 是的 对成长学费过后 他就变成了自己很宝贵的一种东西 对 我觉得人每一个阶段的孤独都是不一样 都是有层次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人不管是你有了你的另一半 但包括有了孩子 我觉得就是说你还是会孤独 对 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孤独的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 哪怕你私事同堂了也会有孤独感 对 但我们有我们会希望是这样子 当你希望孤独的时候 你去享受尽情享受那份孤独 当你不希望孤独的时候 请你们记得身边有这么多好朋友 还有好朋友 对 还有心形可追 在整个过程当中描了很多的话题嘛 就是包括孤独 包括你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经验 我觉得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彼此分享过去的生活 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 也许这就是旅行在做的事情 那等天黑之后我们要上山去 今天会进行一个星空直播 那这个星空直播呢 我会邀请去年我们在新疆的时候 特别邀请来了一个星空摄影师 他非常非常的棒 所有跟星空相关的秘密跟故事 他都有 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他 好的 去找他 对 反正我们现在差不多了 准备要慢慢上山了 因为等我们上去之后 天差不多也黑了 应该走一段路的 龙哥 龙哥 谢谢你 来 康师傅绿茶 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看到美丽的星空 对 可以的 我又可以了 走 走吧 走嘞 我们上山 上山 我们上山嘞 这是我们第二次在这么高的雪山上面做直播 是的 上一次是在哪 在巴拉格宗吗 对 巴拉格宗 对吧 好 切了 这里 这里 来 来 来 杰哥 等我们一下 来 来 谢谢 好不容易 上到最高点了 哈喽 哈喽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好辛苦啊你们 谢谢你 再次来跟我们一起做新空直播 好久不见 谢谢 太好了 上来不容易 三千八百米 爬山追星星是真的有点累 对啊 不过能够看到这个 我们想要看到的星星还是很值得的 对 是的 我们一起来喝一瓶康师傅绿茶 补充一下活力 待会以拆有体力来好好的追星星 满满的茶多分 活力充沛 心情满分 多一分活力 多一分好心情 再喝一点让活力再充沛 我又可以了 喝康师傅绿茶 活力充沛 心情满分 非常开心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这个山上 跟大家一起来直播 分享今天的星空 我们的好朋友 子仪又为我们来介绍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满天星的一些状态 子仪是我们去年在金江的那个 三里木湖 三里木湖的时候 他当时为我们特别安排了 瓢虫号的卫星 一闪一闪地发出了摩斯密码 跟我们一起分享最新星的人的 对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向他提出 好不好 请大家多指教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叫我阿姨就行 叫我阿姨就行 那今天呢 我们有要看 首先要看的是哪一个 试看想看的吗 我们今天就是要找那个可爱的星座 因为我们在那个发现可爱之旅说的一个 猫爪星团 星团 猫爪星团 对对对 猫爪星团 实际上是我们对卯星团的一个昵称 卯星团 对 它的编号呢 是M45 而它实际上的中文的名字叫做卯星团 卯星团 对 大家有看过那个西游记吗 里面的一个鸡嘴的那个卯日星君 就是那个 对 其实我们肉眼就能看到它 它是北半球最亮的这个疏散星团 它的梅西叶号是M45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在后边 等一下我们稍微灯按一下 然后让大家感觉一下 好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到满天星 好 来 倒数 三 二 一 正眼 倒数 三 二 一 正眼 喂 现在知道是M满天星了吗 天哪 哥这是我真正意义上面 第一次这样开心就 是不是高原上的星星 超级美 这个吗 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猫爪星团 哪里 这 这 远远的 远远的 对 看到了吗 这里 看到了 远处蒙蒙的 这个地方就是猫爪星团 一坨 身心就像爪子 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猫爪星团只是因为 我们觉得它看上去 有毛肉绒的感觉 实际上它在中国 就是非常著名的猫秀 比如说的三元四下二十八星秀 它就是 狡抗 低防 心伪迹 斗牛女须威势毕 奎龙为毛毕滋身的 猫 对 就是它其实被叫做 妻子妹星团 妻子妹 对 就是在中国民间的这个传说中 就是妻仙女儿 对 就是我们中国国家叫七仙女儿星团 就有一颗比较暗弱的呢 就是说这个小仙女儿她下凡了 这三个是什么星星 这三颗星是猎虎座 猎虎座 对 猎虎座的腰带 猎虎座的腰带 这三颗星就是 我们今天要找的身秀 身秀 身秀 对 因为中国古人对星空的一个想象 就是天上有什么地上有什么 它是把整个天空想象成一个地图 所以他们也把每一片天区 跟我们的国家的各个地方相对应 那所以其实身秀在这个古代 在史记里面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属地 对 就是主要是四川到这个甘肃跟地面上来去做一个对应 这个呼应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以前的朝代里面 就会有专门观星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在 没错 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三星正南就要过年 指的就是这三颗星 如果是在正南方的话就要过年 所以中国的有一些民间会认为这是一个灶台型 灶台 对 这个是上面的锅 这是灶台 底下是火 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这是民间的传说了 星空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想如果我们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的话 根本不知道时间 那其实我们的仙人就是靠星辰它的运转 来去定季节的 比如我们说北斗冬指天下皆春 那现在我们能看到北斗七星 你看到北斗七星 你看到北斗七星它的斗柄指向东边 春天就来了 看到了吗北斗 好清楚 看到没有 像一个问号 北斗七星的 而且随着这个夜晚的伸进啊 就是说北斗七星它的位置会有变化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斗围地车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想象北斗七星是一个时钟它的时针 我们通过它来去粗略地判断 是分东南西北跟春夏秋冬吗 是的 非常对 对 这是古人的 古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说的北斗七星 其实说的是现在的大雄群座 是的 还可以教大家怎么找北极星 如果在野外迷路的话 就不会找不到北了 不是勺子霸五倍的距离 勺子这两颗星 这两颗星 大家看到这两颗星 延长五倍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 在这儿呢 对 所以北斗七星的那个斗柄延伸出去的 那个就是大角了吧 没错 这个就是绸红色的春季的星空大角星 大角星 从大角在去找角速一对不对 找春季大三角 好厉害 是吗 知道我们专业了吧 好专业 舅舅好像对星星就是有一些 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了解 好像了解比我们的多多了 舅舅是真的挺厉害的 你会发现 他对每个星座星秀都非常了解跟清楚 所以我想慢慢慢慢的 在这个追星的过程当中 我再来挖掘一下 看他还有什么宝藏 你们看一下左边这边 现在有个卫星在动 真的 真的 我看到了 在这儿呢 我看到了 在这儿 看到了 在这儿看到了 我在这儿的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嗨 嗨 你好 这是卫星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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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 右眼看到卫星 他有可能是空山站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卫星 亮亮亮 那像卫星水月 是不是跟刘兄智一样的 那当然不是一回事 我有好东西好像 以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抬头 天上有好多好多卫星一直在动的 只要你仔细看 你可以找到他 天哪 原来 原来天上这么多星星 一直默默地在那里 我们护着他们太久了 太震撼了吧 我要缺氧了 小的时候还是对于那种印象很朦胧 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触 可能就觉得哇好漂亮 但是长大之后再一次看到这个星星之后 真的会被他感动到 就会觉得 原来星空日一直在我的头顶上面 只要我一抬头 就能看到漫天的星河 总有一颗星星是在守护我 所以我觉得 它会让我很勇敢 谢谢老师 谢谢 辛苦老师了 拜拜 拜拜 今天我们的营地布置得非常的温馨 不如我用三星S22帮大家拍 好 来我们来拍一下现在有个夜间模式 更明亮更清晰 你们应该是第一次看到满天星斗 看到银河 然后看到这么多星座吧 其实在安吉我们有看到过一次满天星河 但没有在雪山上面看得这么的明显 因为会离她的 这次比较清楚 对 这次太清楚了 对 太清楚了 跟安吉比起来的 就是会更加的感觉离她更加的近 对 就是 你说 你说 就是看到她之后 会很感动 特别是看到 刚刚我们有看到日落 就是会感觉 就是会有股暖流在心里在流淌 就特别希望下一次可以 带更多的朋友或者家人过来看 你呢 那也是第一次看到 不是 我之前在 咱们也是在安吉的时候 看过一次 当时感觉 哇 这好感动 因为好久没有 真正地去这样看星星了 然后今天看到满天的星河 那么多星星 我当时说了 我说 哇 这么多星星 然后龙哥说 其实他们一直都在 其实他们一直都在 即使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 不要紧 因为总有人在默默地守护着你 是 只需要你抬头看一看 我对星空不是特别了解 我唯一的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夏天的时候没什么事干 爷爷奶奶都会给你讲这些东西 北斗七星 你怎么去识别它 怎么去认识它 就我一直是 印象是这个印象 所以今天看到的时候我还是 还挺感动的 就是但是我这种感动是 就是怀念小时候的生活 嗯 对 是他跟你小时候生活的这种连接 连接 所以你怀念的是 我小时候 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 无话不说 好的 所以天语认识的第一颗星是 北斗七星 对的北斗七星 我觉得我真正认识就是 心理和大脑 然后我的感官 去感受他认识的第一颗星 我觉得算是天朗星 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 星空摄影师教我们 说夜空中最亮的星 最亮的星 天朗星 对 然后就是想想小时候任星 就是看星星 就感觉 它就是跟着我们 和夜晚一起出现的一个状态 但是和现在我们 专门坐这看星星 然后去联想 然后去等待 去追逐的感觉 最后又被老师 讲解了很多内容 然后再去看他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真好 龙哥认识的第一颗星什么星 我认识的第一颗星 我认识的第一颗星 也是就是 就是北斗七星 因为那个是最容易认的 而且 大家最喜欢在抬头的时候 就想看看那勺子到底在哪 对在哪 对 到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但是我想 从去年我们开始第一季 做最新星的人开始 就不会只是那么单纯的去看星 对 是的 你慢慢会去希望说了解 它背后的故事 然后包括像它 尤其像我们 我们中国 我们从古到今 我们有很多 对星象 对天文学的一些观测 那天上的星宿 是怎么样跟我们的 地面上的一些建都 它都会是对应的 天上的一些兴趣界 我们是对应的 对 所以你会慢慢慢慢 就找到很多的兴趣 就会想多了解一点 多了解一点 所以我一直也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而且刚刚那个叶老师也说了 就是其实猎狐座的那三颗 就是它的腰带 其实对应的就是 中国的属地 对 就是四川这个位置 对 哦 不过我想今天 其实比较意外的 因为我跟舅友这么熟 我从来不知道 他对星空这么了解 你看今天他抬头一看 他就跟你说 阿拉你看这里 春季大三角 你看那里 冬季大三角 你看这猎狐座的腰带 我相信他应该是从以前 就有机会去接触到星空 所以他才会 对星空有这么深的了解 所以我也想问问 以前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有这个机会去了解星空呢 啊 因为猎狐座的腰带 三颗星连在一起 其实非常好认 嗯 所以每一次抬头 我仰望星空的时候 也许看不到的 看不到那么多 嗯 但是每一次总能找到 这三个星连在一起 嗯 然后你就会好奇说 他们到底是什么 是丸子三兄弟吗 还是什么 福禄兽 对 是什么呢 对 然后就还了解到说 原来他是 猎狐座的腰带 嗯 然后你就会了解到说 那他旁边是什么 嗯 然后你也会好奇说 那北斗七星这么有名 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 当你真的看到那个斗饼 跟那个斗的样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会好像遇到一个就是 啊你原来 原来你真的长这样 就是我认识你很久 但是我从来天还问 你真实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你也会听说 就是从斗的那个勺的 那个前面 延伸五倍是北极星 嗯 然后你也尝试着去找 他一切都是从听说开始的 嗯 然后慢慢逐步逐步 你有机会去验证这件事情 嗯 然后他就会养成你对于 这个星空的某种认识 嗯 对 其实都是 他说的那些其实并不 并不特别 他只是想说一个意思 就是当你活得够老的时候 就是该知道的事情 也都会知道的 对 但是今天我也非常激动 其实是因为我第一次肉眼看见 肉眼看到就不容易 卫星 卫星 人造卫星 在移动 嗯 以前会以为那是 眼花了 或者是 那是流星 或者是流星对不对 流星的话它会速度很快 然后一下子它就可能会消失了 嗯 但是卫星的话你就看匀速的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头顶上面 现在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卫星的 时时刻刻都有不同的卫星会经过 所以如果你愿意花时间静静地看 你一定会看到自己心目中想看的东西 也可能是卫星 也可能是流星 嗯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么 这么艰苦的环境之下 都坚持着为大家直播 因为因为现在比较亮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前面摆了这个 会发亮的东西 其实我们是在整片的那个 雪山上面 绵延的山脉里面 对 我们在雪山的山顶 是的 因为现在天黑了什么都看不到 只能看到漫天的青斗 对 但是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漂亮 也非常冷 非常冷 非常冷 空气也非常稀薄 对对对 其实今天事成很不容易啊 今天跟跟我们一起 然后啊之前先看了熊猫 对吧 先看了熊猫 先看了熊猫 又上雪山 上了山 呃做了这个酥油茶 对 然后吃了帐餐 然后又挑选了很棒的帐篷 呃看了日落 哦 哦 我突然发现你这个 导游今天特别忙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今天我这个导游当的怎么样 除 事成很不容易啊 今天跟跟我们一起 然后啊之前先看了熊猫 对吧 先看了熊猫 先看熊猫 又上雪山 呃做了这个酥油茶 然后吃了帐餐 然后又挑选了很棒的帐篷 呃看了日落 哦 我突然发现你这个 导游今天特别忙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今天我这个导游当的怎么样 一般般 啊怎么可能是一般般呢 啊我我说出来了吗 啊很大声 我们在直播哥哥 啊是吗 大家都听到了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134万没有没有没有 不会不会不会 来现在请大家刷起来 这个通话蜜语哦 叫一般般 来刷起来 哈哈 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想给大家一个完美的一点 来现在大家一般般都刷起来了 看到没有一般般刷起来了 一般般 真的有一般般 来了 哈哈 我觉得我们这个画面 其实是还蛮感人的 对啊大家刷一般般 所以谢谢大家跟我们同步的在做直播 关心我们追星星的人的节目 对 那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 透过跟我们一起追星的过程当中 去找到你心目中最喜欢的那颗心 对 可能是天上的心 也可能是地上的心 对 好吧 嗯 这个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了啊 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那个前面娃娃有要插播一条新闻 好的插播新闻了 你插给他 给你插 我们在明天早上六点钟还会再次直播 跟大家一起有一个惊喜的放纵 谁决定的 六点我安排的 你安排的 你们是我的团员 你们要听我的安排 我们六点要起来看日出 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帮人 拜拜 拜拜 再见 明天六点见 大家都会在的 地上结冰了 好 哇 我也进去吧 晚安 哎呀 嗨 嗨 明天哥哥姐姐们要是不起来 我会一个一个串门把他们叫起来的 大家请放心 他们明天一定会准时出现的 我们现在是在阿瓦庚渣的云顶 海达三千八百多米 然后现在这一片都是雪山 很冷很冷 那今天看到了 星河很美很美 明天早上要五点大概是五点从帐篷出发去云顶看日出 我还是第一天看日出呢 唉 眼泪 我不知道半夜 会不会有人叫我起来 如果他们叫我就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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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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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实身边的亲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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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李宗盛 李宗盛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李宗盛 神秘的 李宗盛 这两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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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